大家好 今天说一个旧文 但它其实也算个新闻 什么呢 是在推特上面 这个乌克兰的官方的推特 就类似于咱们中国嘛 假如在推特开个官博的话 就一个什么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吧 开一个推特 乌克兰有一个 就是这个乌克兰 叫乌克兰 他在4月1日的时候 发过一个视频 最近被 日本网友翻出来 那视频 他在 最后的一段时间 一个1分21的视频 在1分14秒 他里面提到说 就说反对这个法西斯 反对这个纳粹 前面说反对法西斯 和纳粹 说错了 是法西斯和纳粹 被击败 对吧 被击败 马上在1945年 日本人就不干了 日本人说 我草你呀 什么意思 对吧 你把我们家这个 天皇嘛 应该是昭和吧 昭和天皇 和希特勒 摩索里尼给放一起了 日本人非常不开心 他们逻辑呢 就是说 你凭什么把我们家 这个日本天皇呢 和希特勒 和摩索里尼 放在一起 他们认为呢 他们家天皇啊 特无辜 特白莲花 仿佛呢 这个清华战争啊 什么太平洋战争啊 跟日本人啊 没啥关系啊 我觉得这个逻辑 也莫莫其妙嘛 你们到底 有没有接受过这种 全世界都知道的 一个正常的 这个历史观 你说嘛 当年这个二战嘛 我觉得任何一个 历史课本 都应该教过吧 一方面是这个周星国 一方面是这个同盟国 对吧 同盟国嘛 那就是现在 在当今吧 被塑造为了正义的一方 当然这个同盟国里边 有这个苏联啊 那就是 是吧 那现在 按照西方这个历史观吧 捏着鼻子吧 把这个苏联呢 姑且算成正义的一方吧 虽然 咱们后世呢 有很多评价啊 就是这个帝国主义狗狗 对吧 就是说那个苏联呢 也是跟这个 德国呀 这个这个反正就是 没来眼去啊 挂奋波兰啊 什么的 最后呢 是这个疯狗啊 疯狗这个新特勒啊 是吧 咬了这个斯大林一口 这才反不成仇啊 他们觉得 要是当时按照那个发展呀 很可能这个苏联也跟着德国啊 就就站一边去了啊 那摩托里尼咱们不说了吧 摩托里尼大家都知道嘛 摩托里尼这是 呃某种程度来说吧 老牌纳粹啊 老牌法西斯 呃 甚至说可以说这个 呃 希特勒的这个启蒙老师啊 所以当时那个 在意大利嘛 摩托里尼被 愤怒的啊 意大利民众啊 说掉路灯啊 那个 希特勒都宁可拿他这个特种兵啊 去 营救啊 摩托里尼 就是他作为 他虽然是很打仗很废柴了 但是他呢 作为一个精神支柱啊 还是不能倒 至于昭和天皇呢 那边就是一个投机分子啊 加上他们本身也是军国主义国家嘛 啊 最后出于个人的利益考量吧 选择加入了这个周新国啊 当时加入周新国形成同盟的时候呢 他们的目的还是比较明确的啊 就是比如说 他们共同的敌人啊 比如说这个苏联是吧 还有潜在敌人 像美国啊 这都是共同的敌人嘛 所以你说啊 加入像周新国这种决策 那肯定是你们家天皇啊 自己授权的 尽管后世历史观里面各种喜地啊 说啊 这个天皇他也是什么 被军部赌走啊 这个这个给裹挟了啊 说这个倒是不是事实啊 有一定是事实啊 有一定是事实 就是说 当年的日本的一个基础的这些军部啊 你像这个 九一八事变 对吧 后来历史调查嘛 他其实是一部分基层军官啊 他就是 先斩后奏啊 然后呢 最后啊 像日本的这边的像那个大臣啊 天皇啊 他得追寿啊 就是说就是追 追封着吧 提供了一定这个合法性啊 就说啊 这是我们经国受益的 对吧 毕竟呢 像当年这个全面侵占东北啊 什么的 对吧 也都是这么来的 也都是这么来的 当时张学良嘛 这个不放一枪一炮就跑了啊 后来按照后世的这个史料解密呢 如果像东北那边对不对 他是做出了适当的抵抗啊 可能就没事了啊 日本内部 是对于 这个东北军吧 正面硬碰硬啊 他是有这个心理负担的 只不过张学良呢 当年是这个这个 是巫苏铁路吧 我忘了啊 就是那个就是跟苏联那边嘛 争一段铁路线 他给打怕了啊 打怕了 就是本来说那个 我和这个苏联啊 拜拜万子啊 就刚才打着跟那个 灰头土脸的 结果烧帅这个 这个心气啊没了啊 就怂了啊 包括他这个 当年这个热战争 对吧 日本都会战胜 这个俄国人毛子啊 那我们连毛子都打不过啊 到了日本人来了 咱说吧 他这种心态 就全面的这个 亏败的就是进关内了啊 对吧 这就让这个日本的 这个军国主义分子们啊 这种投机心理 也产生了这种 极压的侥幸心态啊 他认为说啊 人家赌嘛 对吧 赌嘛 就要all in 对吧 全压上啊 就说 揍了这种角色 包括来追风啊 这些基层暴走的军官 他们这个思路呢 是谁追风的 你不可能跟招呼天皇 没关系嘛 啊 但是他们那个班底啊 他们一套流程啊 他们他们还挺忠心 对吧 为了呢 把这个招呼天皇 他们啊 就往外洗嘛 卖宅 他们再呢 去请这个玉旨啊 玉就是这个 美玉的玉啊 就是玉石的玉 请玉制的时候呢 哎 说错了 不是玉石的玉啊 就是这个玉 我也忘了吧 反正我也不懂是玉吧 我当时看过些相关的一些史料 反正我提到 就说请示天皇的时候 招呼天皇的时候 就说这这事咱怎么办 对吧 他们内阁大臣呢 就是啊 给人找特别繁琐啊 搞一套流程啊 就是我也签袋 你也签袋 对吧 然后跟这个 招呼天皇汇报一下啊 招呼天皇 反正就批示 啊 那么搞吧 那么搞吧 对吧 他也反正也不留痕啊 对吧 反正这事最后 肯定是经过招呼的 这种手肯的啊 日本的天皇啊 他在二战期间 权力可以说是 相当大 因为日本的这些 他要为了增加军国主义凝聚力嘛 他比较中军啊 中军的话呢 天皇的威望啊 这个神权 军权啊 就慢慢就融为一体了啊 所以招呼天皇 在日本的军部眼中 是就说 他这有这个 有实际的这种影响力的 这事就是 喜特干净啊 完全就是活八道啊 当然你要日本的 这些这些叼盘的历史学家吧 还有这个像那个教育省啊 他们那帮人 就肯定变着方的喜嘛 对吧 就是跟我们家没关系啊 甚至还能 找出一些特别叼盘的 刁断的角度啊 说你要当年日本 都没有惩罚我们招呼天皇 对不对 那是日本想把你们家 这个就是轮为自己殖民地嘛 那肯定是要动个老半点咯 对不对 对吧 就是你要招呼天皇 相比莫瑟里尼和希特勒 肯定相对啊 只能说相对的吧 稍微干净那么一呐呐啊 但是你要说 就是哇 他肯定不是法西斯 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 是吧 那活八道了 对吧 你说你说昭和他是不是纳粹啊 可能纳粹的这个 纯度没那么高啊 但是你说法西斯百分之百的 法西斯什么军国主义者嘛 对不对 昭和的他们上位之后 他一直他这个势力扩张啊什么的 都是靠打仗打出来的 那你说他不是军国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 那不是活八道吗 对吧 好吧 反正这个新闻呢 每方都每方都不一样 包括这个日本啊 网民也很愤怒啊 反正这条推特呢 已经被删掉了 像底下他们就是有人说嘛 你看就是你看这个 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名人吧 说说亲爱的啊 还有那乌克兰文写的 你是白痴吗 这还不是 这应该是个日本人吧 那位吧 你是白痴吗 说日本天皇 怎么可能等同于希特勒 你不明白啊 你只是在破坏我们 一个从一开始 就一直支持乌克兰 并提供很多帮助的国家的关系 就是指日本自己嘛 说立即移除 并道歉 侮辱朋友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啊 有人是说这个 有人老土团嘛 说在大师大飞面前啊 你谈什么这个 什么什么逻辑啊 科学啊 对吧 这也类似啊 就是在日本人此时 这帮网民眼中 在大师大飞面前 你跟我谈什么历史啊 正确的历史观啊 在日本人看来呢 他们的政治正确 就他们国内的政治正确 就是我们家天皇啊 绝对跟希特勒 莫头里尼啊 不是一码事啊 我们家天皇啊 我也是个受害者啊 对吧 就日本这方面啊 你很多说我是精致嘛 因为我看 确实看日本东话 什么比较多啊 但是正常的历史观 我肯定是有的 我都觉得日本人这方面啊 都是有点这个鸵鸟 自欺欺人 他们就想啊 就这么还 就是这么混过去 这么混过去 没说等了一百年什么的 就有人忘了 我们家这个日本啊 也是个二战的这个侵略国 他是个周星国语言了 他们就老把自己 处于一种受害者的地位 就日本这种病态的心理啊 我觉得持续时间好长了 包括我看这个 很多日本东话的时候啊 我都一阵一阵犯恶心 为什么 就是他老种说定啊 你们回忆一下 这我当也是这个梗说好多次了啊 包括什么高达呀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老看他有一方势力 看着呢 他是被夹在了这个列强之间 对吧 那东边有什么什么 特别庞大的什么神国 什么帝国啊 那边有一个什么这个那个的 对吧 都是大国啊 都是大国 就他们呢 自己哎 小而美啊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 里边一般主角 主角一边嘛 一般都是什么军人啊 什么什么什么 警察啊 什么治安官啊 对吧 比如吧 比如吧 可能没可能没玩过啊 这个呃 诡计系列 公知诡计系列 有一个叫这个 灵智诡计啊 必智诡计那两座 他就是讲了这么一个城市嘛 那个城市呢 加在一个一个特别有点 有点邪恶 有点很庞大的帝国之间 然后另外是 庞大的共和国 对吧 那边还有一些什么 里贝尔王国 就是相对小一些 也比他们大 他们这个呃 宣布啊 永久中立独立的那个都市啊 就是科技很发达 科技很发达 嗯 他们的科技水平啊 这个领先了周边的帝国 共和国啊 这个什么里贝尔王国 什么神权国 对吧 这一堆国家 别人都搞 别人都搞的 就是一直搞研发嘛 就我们爱好和平嘛 对吧 我们一定要是把这个 呃 这个财政预算啊 什么的 都放在这个科研上面啊 然后呢 他们还是经济中心啊 他们经济非常好 还是科技中心 对吧 但是什么小国 他们永远不扩张领土 他们是一个独立都市啊 他们最高的这个 老大就是市长 叫市长 对吧 然后呢 共和国啊 帝国啊 各方都陪着自己的势力啊 在这个城市里面呢 啊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斗法啊 明着明着的有打仗的 暗着的有搞什么政治颠覆的 对吧 还有一些各种什么结社啊 一些黑势力是吧 啊 黑道白道的都在混呢 美方都 背后站着一些啊 大佬们对吧 就像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科技啊 什么经济啊 啊 这种优势啊 给夺过来啊 对自己有利啊 然后呃 男主他们就要维护当地职员 对吧 我们这个绝对没有侵略的想法啊 啊 我们就是这个 一定要这个 捍卫我们这个城市的自由 还有独立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是日本啊 他日常带入的自己一种心态 就是我们这个小而美 对吧 我们哎 对吧 我们不发展军事 是不是 我们那个啊 都是搞科研呀 搞经济呀 什么的 但其实日本啊 他自己忽略了一点 就是他自己实际上啊 这种呃 中立状态 并不是他一开始选择的啊 他是被迫选择了中立 就是他被人打趴下了 对吧 他没兵了啊 打输了 然后呢 被选择了 就说你当美国的狗嘛 是不是啊 就是人说啊 是啥啊 不得不去搞些经济啊 什么文化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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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什么科技发展呀 日本很怀念啊 那种黄金岁月嘛 然后他们就在看我们人畜无害 我们都没有军队 我们就自为对 是不是啊 他们把这个当成了他们一直以来的人设 但你要知道他这个人设是被打趴下之后啊 被迫选择的 日本人爱人所有的这个文化游戏啊 什么这种这种作品里啊 都特别爱立这么一个国家 作为自己的代入感 就99只 甚至日本的很多年轻人自己都相信 我们日本一直以来就是这么一个国家 你跟他说当年这个 像这个招国天皇啊 招国那些烂事是吧 日本军部怎么知道残杀 南京大屠杀什么的 他们不相信啊 他们无这儿都不愿意听的 对吧 所以说吧 这个这个这个也是被洗脑时间比较长了 就是这个政客他们就是坏啊 像那说话这哥们对不对 他们自己知道这些事 对不对啊 但是呢 他们为了得到自己选民的支持 一定也会这么说啊 因为呃 有这种历史观的人 这是日本的相关的什么什么什么教育省啊 不知道什么教育省吧 啊 就是一直以来都这么宣传的 宣传几十年了啊 击中难返啊 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是这么相信的 那你说你是政客 你要想拿选票 你只有一种选择 就是迎合民众的这种 其实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 这种历史观 你才能得到基层民众的支持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国家还能好吗 好不了啊 对吧 但是很 有意思的是 就是说乌克兰 乌克兰他为了怼俄罗斯啊 他强 他尝试在用这个 把这个侵略者嘛 把这个乌克兰普京啊 他们呢 去类比这个法西斯啊 因为法西斯的军国主义者嘛 那必然就会提到那种二战历史 因为纳粹啊 什么法西斯啊 最知名的时代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个时代 二战嘛 而且他也为了洗白吧 自己什么亚素营啊 什么的 就是跟法西斯啊 军国主义啊 没啥关系 对不对 当然他实话说啊 亚素营你说的是法西斯不太合适 他是纳粹 这是纳粹是合适的 对吧 法西斯一定是军国主义向外侵略 乌克兰确实也没啥 向外侵略的这种 这种这种意图吧 他也没有动机 对吧 然后你说的纳粹 因为纳粹什么纳粹 就是针对这个民族啊 一些一些特定民族 还有种一种迫害嘛 他们就是亚素营嘛 针对这个俄罗斯族啊 他的这种迫害 这是有相当的一些 一些资料来支撑的 对 乌克兰他为了切割这个事啊 变成块他要带头去怼 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者 对吧 对纳粹 法西斯几个代表 马姆斯里尼希特勒 和赵侯天皇 熊眼烧上 那日本就不乐意了嘛 对于乌克兰说 这是全世界都认知的 这么一个历史观 但是恰恰日本 在此时是 作为他们的盟友来说的啊 而那你就说 哎 那人家那个意大利 和德国怎么没事啊 对吧 人家都外面没抗议啊 意大利也没抗议啊 因为他们相对来说 反思的比较彻底啊 而日本这方面 对吧 他存当于一个 就是有的时候 你为了去 弥补一个谎言 你不拿更多的谎言 来弥补他们 那日本其实就生活在了 这么一种环境下 整个集体国民都被洗脑 我们家天皇 对吧 跟那个纳粹法西斯 没啥关系 哎呀 我挺可悲的啊 也可以看看啊 像这个reddit啊 reddit什么 像我今天逛这个 流浪房区嘛 流浪房区里边 一些评论啊 就是说这个 就是已经被杀了嘛 对吧 然后那个 已经有大使啊 出名安抚了 然后下面的日本人说啊 别理保守派 就是保守派一般指右翼啊 就是我还这话啊 爱国主义者一般都是保守派 而保守派极端了 就是网络就是网络右翼啊 就是网络右翼 对吧 然后那个啊 什么底下的这个评论 让人作呕啊 完全就是粉红含辱华的既视感 全世界右翼真是一家啊 全世界粉红嘛是右翼啊 我这粉红不是右翼啊 就是极端粉红啊 可能成为网络右翼啊 喷了啊 说看到有日本人说啊 昭和是君主立宪 天皇本意是好的啊 下面是坏的啊 这个日本战败时候啊 天皇愿意为了人民付出生命 那你还是这话嘛 底下坏的都是这些 内阁大臣 对吧 我们天皇最好了 天皇是圣洁的 没问题啊 都是底下这个 念经的人啊 把经给念歪了啊 我记得当天 我看水谷传嘛 水谷传里边 我看那版本啊 有这个毛主席的批注 毛主席当主席 好像批注还是寄语要望了 反正写那么一句 说这个水谷传啊 好就好在啊 反贪官不反皇帝啊 就看 就说你看 杀的都是高求 这些贪官对吧 那版本反正那么写的啊 然后说这个 说还得评论说 右翼啊 彼此呃 彼此屁股上做的是对立面 大脑结构 却是完全相同啊 就是就是就是 全世界右翼啊 都互相看不起 对吧 比如说这个呃 就是比如说吧 中国的粉红啊 喜欢就特别喷 美国的红脖子 对吧 其实两边都是一个 价值观阵营的 都是自己本国的爱国主义者啊 只不过极端了一点有的 对吧 对吧 说这个哎呀 网友啊 就网络右翼嘛 和粉红没啥区别啊 啊 劝你多看雅虎啊 网络右翼说 日韩断交 日中断交 对吧 然后粉红入关入关 对吧 同样是民族主义啊 说自闭型啊 和进攻型 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他就说 他就说这个粉红是这个 入关啊 就是是进攻型 然后网络右翼 断交断交啊 他说 招呼天皇啊 在战后呢 毕竟还是和平统治了 很长时间啊 许多日本人 对他有感情啊 是难免的 要怪呢 只能怪这个迈克阿瑟啊 实际上他为了方便统治啊 对天皇网看一面呢 说确实不太合适 跟该放东涛英姬啊 威廉还吐槽说 威廉二世 德国皇帝嘛 威廉二世 本一是豪大 都是鲁道夫 执行出了问题 鲁灯道夫嘛 好吧 反正这么个新闻吧 就吐槽一下啊 你就可见吧 在这些本国的政治正确面前 你什么什么正确历史观 都狗屁 狗屁啊 你跟我盟友也没得商量啊 你必须尊重我们的正确正确 行吧 这个新闻说到里吧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